選秀出身的Ben 趙長成 以及大熱網台藝人 Jessica 陳以俊 在尖沙咀出席一個代言活動 同場還有電台主持 阿正 王晶儀 以及補習天王林一恩 提到Ben和Jessica 在早前一起拍廣告時 才認識對方 他們都分享了對彼此的第一印象 我們拍這個廣告時 我們中間吃飯的時候 我們在玩狼人殺 我覺得很好笑 大家和阿正 加上YY 我們幾個一起玩 第一次合作來說 我們的默契都不錯 而且Ben 我本身未認識他之前 就看他以前參加比賽 跳舞這段影片 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 但他私底下是一個很可愛的男生 而且他經常會有一個招牌動作 他無論跟別人說Hello 跟別人說謝謝 跟別人說再見 都會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很可愛 我是習慣了 提到他們在過去一年人氣急升 收入都增加了不少 Ben和Jessica都說 需要鑽研一下投資之道 我自己雖然投資不算很厲害 但我也是一個挺喜歡存錢的人 但我又沒有說存錢是貨什麼 就是買樓那些 我又沒有想這些 純粹是覺得 銀行存款 好像數字增加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 眼前一亮的感覺 純粹是喜歡那種感覺 我有問家人 嘗試一起去投資一下 譬如如果以後去旅行 或者陪家人 甚至如果要買樓給他們 請他們吃飯也好 我覺得我怎麼都要認識一點 對 還有我覺得為了將來 都一定要認識投資 就是 雖然說他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可以儲定多的錢 就是怎麼都有好處的 對自己 而問到未來大計 Ben就說 他最近開始了上課學唱歌 希望除了跳舞之外 都可以推出屬於自己的歌曲